近日迪丽热巴导演派头十足的照片曝光 照片中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监视器 手持对讲机正在与团队成员进行沟通讨论 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 透露出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周围环境忙碌 桌子上有文件和笔记本电脑 显示他的工作负荷很大 然而迪丽热巴保持自信和镇定的表情 不受压力影响 他深知作为花儿与少年下一季导演的责任重大 必须全力以赴 在节目忙碌的间隙 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策划节目内容和流程 确保每一期都能给观众带来新鲜和精彩的体验 迪丽热巴的专业素养和领导才能通过近期的节目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不仅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还具备出色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他的领导才能和对工作的热情 使得人们对他在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 作为一名演员出身的迪丽热巴 成功转型成为了一名导演 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对艺术的追求 使得他在导演领域也获得了不少的成就 在拍摄现场 他不仅关注每一个细节 还能够激发团队成员的创造力和潜力 让观众能够沉浸在故事中 在即将到来的《花儿语少年新一季》中 迪丽热巴将作为导演带领团队 拍摄出更加精彩和有深度的内容 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需要策划出更加丰富和有吸引力的节目内容 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他具备创新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 能够从不同角度挖掘出故事的价值和内涵 同时他还注重团队的合作和沟通 让团队成员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潜力 迪丽热巴作为导演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专业素养和领导才能 还因为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观众的负责 他总是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细节 用情感去表达每一个画面 他相信只有用心去做好每一个节目 才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总的来说 迪丽热巴的照片展现出了 他的专业素养和领导才能 他的工作状态和对艺术的追求 让人对他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将会继续保持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热情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和有意义的作品 近日开播的《花儿语少年思路记》 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热议 这一季 《花嫂姐弟》开启了一次横跨沙特阿拉伯 克罗地亚与冰岛三国的游学之旅 实地参观卖卖高铁 配列沙瓷大桥等众多 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 除了每周更新的正片内容外 网友们对各种家庚 花絮 物料更是统统不放过 超前营业中 节目组还放出了嘉宾们收拾行李的片段 出游之前总少不了一番准备 据了解 这一季旅程将耗时20加天 面对如此长时间的出游 嘉宾们要准备一年四季的衣服 以及各种生活用品 作为过来人的刘涛 给秦海禄的建议是轻装前进 然而 如何取舍各种行李 显然是一道送命题 想到此处不禁难没女类 在租车环节 新任导游王安宇和胡先旭 想到运20几个箱子 不禁发出我俩完蛋了的感叹 除了衣物 我们发现一些小家店 也出现在了嘉宾的行李箱中 即使面临高额的行李超重费用 各位嘉宾也不肯舍弃的 究竟有哪些旅行家店好物呢 看小编为大家盘点一二 便携烧水壶 多喝热水是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在很多人心中 多喝热水可以缓解 很多自己身体上的负面感受 不过 因为之前有新闻爆料过 有人用酒店的烧水壶煮袜子 煮内裤 甚至还有人在烧水壶中涂口水 这让很多人再也不敢 使用酒店的烧水壶了 那么想要喝热水壶怎么办呢 因为嗓子不舒服 在喝中药的秦兰 就自备了一款折叠热水壶 体积小巧 使用方便 不会占用太多空间 无独优偶 迪利热8也准备了一款 自带烧水功能的杯子 与保温杯差不多大小 非常适合出门旅行使用 出门在外 需要热水的场景有很多 比如吃不惯旅行当地的食物 节省旅游就餐时间 而选择吃泡面 又比如身体不适生病吃药 又或是麻麻药泡奶等原因 以上这几种情况 自带一款旅行水壶 或许会更方便 运烫机 身为弟弟 胡仙旭虽然年龄小 但是很细心 各种药品 转化插头一样不落 就连不太有人注意到的运烫机 也出现在了他的旅行 必备清淡中 景美人美 衣服可不能脱后腿 出游之前 想必大家都会准备 不少美美的衣服 可在长途拔设 到达目的地打开箱子时 却发现 衣服早已被压得皱皱巴巴 穿起来不好看 也非常影响心情 这个时候 拿出早有准备的运烫机 简单几下 就能毫不费力地抚平褶皱 再也不用面对褶皱的 衣物手足无措了 作为一个和出行 频次强相关的品类 疫情结束对运烫市场而言 是一个重大利好 据新华社报道 今年中秋 国庆双节期间 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8.26亿元次 按可比口径 同比增长71.3% 大家出游需求释放 或许也能为运烫市场 带来一波大的增量 冲牙器电动牙刷 比起姐姐们的有条不紊 王安宇收拾行李主打随意 看到什么拿什么 一次性内裤 袜子 背心 走到厕所拿面膜的 她忽然又想起了冲牙器 然而寻找失败果断放弃 最后选择戴上电动牙刷 众所周知 电动牙刷可是近几年的 网红个户小家店 跟手动刷牙相比 它的清洁能力更强 使用也更为便捷 简直是用过之后 再也离不开的牙齿清洁神器 升级装备让旅行更舒适 出行场景的需求增加 让更多便携式的小家店产品 站到了人们面前 这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机遇 4 福定 5 5 感谢观看